离拜 祈求工程顺利 离港住宿市长照机构新建工程动土仪式 由皮诺副县长吴丽雪 卫福部长照司司长朱建芳 立法委员周春敏 先元及各级民意代表一同上香祈福后 持产动土 祈求工程顺利及人员平安 第二产动土顺利 在动土典礼上 建筑师透过模拟动画 简报园区的规划设计 由于离港乡是目前平地乡镇中 极少数没有全日行住宿机构的乡镇 因应目前长照2.0计划 希望乡镇生活圈内有住宿机构 可就近提供长辈住宿服务以便探视 县府将原受少子化冲击后 闲置未利用的土库国小信国分校校地 转换为长照机构园区 未来将继续作为乡内照顾长辈的资源中心 它如果只是一个住宿型机构的话 我想对社区来讲 那个接受度可能会比较低一点 所以我们让它整个跟社区的生活机能 跟社区因为高龄化之后 它所需要的一些 譬如说共食 附建体能运动 还有一些文化才艺课程的学习 等等之类能够跟着进来 或者很多的长辈 当它到日照中心 有一天它失能之后 要被送到一个机构它就不要去了 因为它觉得它被遗弃 被家人遗弃 被社区遗弃 也就觉得很丢脸 但是如果在这个地方 都是在这里共同办社区活动 我相信他们的接受度 跟接纳度会比较高一点 未来园区将有供200床的 全日型住宿机构 日间照顾中心 居家服务 社区共食餐厅 富能休闲运动 以及融合在地点缅文化馆市的 一处多元照顾园区 社区居民都很期待 对我们这个地方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设施 对我们的一些老人的一些帮助 以后的长照 是对整个地区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利 这个长照再静静的 不用跑那么远去 再去别的地方去找 我们这边就是最好的一个场所 县府感谢卫生福利部 以讲住部件住宿市 长照机构公共化资源计划 原金补助3亿元的经费 但因工程费用不断攀升 同一群额补助4.2亿元的经费 完工后再以招商的方式 委托民间团队进驻经营 预计113年完工 完工营运后 让居民可以就近使用长照资源 家庭生活可以更安心 记者张如意 刘建荣采访报道